法國所謂的意外 其實是有嚴重的人為的因素 某個程度上可以說是人禍 可以說是人禍 所以我們稍後會再就回這個意外的成因 再找這個專家拿一些意見之後 我們會向這個法援正式提出申請 是會向政府和向承建商撞出這個訴訟 這個是稍後我們會做 今天因為正正是死者死了一周年 我們今天來到局務處抗議 我們首先請村民權益 村民協會的副主席王萬寧先生 跟大家講講的情況 為甚麼村民的不滿 待會我會就回那四點的人為的因素 並非純意外這件事 再跟傳媒朋友解釋 因為有圖片在這裏 是清楚看到所謂的意外 其實八成是人為的因素 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我想這個協會的副主席王萬寧先生 跟大家講講村民的意見和不滿的情況 各位各位傳媒 各位傳媒 今天的光臣幫我們申訴 因為過往這一年裏面 他們完全沒有幫我們跟進的東西 沒有正式去分拆過所有的事發前的東西 現在發生了一事 只有推檔 就是說死恩廷去裁決的東西 我們完全的村民是所有賠償都拿不到 現在找到陳議員 幫幫我們申訴這件事 希望傳媒可以把我們的補助 說出來和公佈出來 下面這就是我們的圖片 事發和事後的圖片在這裏 我們要做這麼多的村民 就希望你們可以幫到我們手 去公佈這個黑幕的事 和可以安排到我們身做這個補助 希望你們可以幫幫忙 各位傳媒朋友 或者跟大家講講 因為政府那個講法 和實際是有很大的出入 我想講講實際情況 和村民看到的情況 指出政府那個欺望和政府的誤導 導致死恩廷的裁決 出現嚴重的謀誤 和到今天為止 政府仍然用死恩廷這個結果 來推卸責任 我們覺得完全是一個不公道 不公平的做法 或者講講這個工程 這個是一個何度的改善工程 工程本身 就要將那個河道兩邊擴闊 和將某些的位置加高 導致出現大雨的時候 就是村民不會出現這個水浸 但是在那個工程期間 就是其實這一次那個 所謂的蠔雨出現那個水浸 有幾個的成因是和工程處理不當有關的 因為如果你說類似的蠔雨 就是之前那幾年 先後類似的蠔雨的數量 就是同樣類似的降雨量出現過 在同一個地區的 但是都沒有出現過這個嚴重的水浸 這次水浸的出現 基本上可以歸納主要三個的理由 三個的理由 一個的理由就是 因為它要做這個河道 它要用那個河道中間的石 將它刮起打碎 然後用一些鐵籠 就將這些碎石集合起來 就放在河道的兩旁 就是將河道的兩旁整高 和鞏固 就是令到水流下來的時候 就不會向兩邊走 但是基於要用這個河道中間的石 它就要進行大量的滑石工程 導致河道中間的石 很大部份是這個的鬆脫 所以大雨的時候 基於河道中間受挖掘 石層出現這個改變 導致大雨出現的時候 就是以前下大雨 基於石是很鞏固 就沒有出現這個沙流向下流的情況 沙石向下流的情況 因為它挖鬆了石 這次大雨就出現前所未有 就是這個沙和石向下流 導致這些石衝下來 就堵塞了這個渠的出口 這個是其中一個主要的成因 第二個成因就是 因為它要進行的 因為三號村是有兩條的所謂這個河流的 一個是主流 一個是滋流 因為它要做主流的工程 因為它做主流的工程 它要做呢 它要將主流的位置 是將它隔開了 就是令那些水呢 就向左支流那邊流下去 它就在主流那裡 在沒有水情況之下 進行這個工程 它為了要進行這個主流的工程 它就要做條車道 是進入到主流那裡 是加高了的 那導致到兩個問題的出現 一個問題就是 基於它加高了那個 就是用那個行車路加高了 導致到部分的水流是受阻 第二就是因為它要堵塞了那個主流 令到下大雨的時候 就是原本的水流下來 有主流和支流是分流 將水流走 但是基於它要做主流的工程 將主流堵塞了 所有的水流下來 是向了支流去流 支流和主流的去水量相差很遠的 導致到這次大雨下來 那個主流被倒下 那些水去了支流 導致到那個水浸情況 是上升得很快 過去如果是水浸 村民整體那個村 那個水浸的情況是均衡的 是整條村的水浸情況逐步上升 但是這一次近支流 近支流的單位 那個水上升的速度 是極為迅速的 即是很短期的裏面 就大量的流水流向支流 直到支流那邊的單位 那些房屋 那個水的上升速度 是極為迅速導致到居民走 即是沒有時間走 如果你有個主流流到水可以向下流的 那些水是慢慢上升 居民是絕對有時間可以逃避的 這次導致到那個死亡的原因 就是因為水上升的速度 即是前所未有的急速 而這個急速是因為部分的主流 那個主流是被堵塞 這個是意外的成因 第三個理由 就是你看到在那個 就是下大雨之前 整個工程附近範圍 有很多工程所需的物件 在這裏擺放的 包括大量的木板 和水桶和鐵板 是沖了到這個下流 導致到這些物品 是堵塞了去水位 所以剛才我講的三個理由 是導致到這一次的 就是這次的所未有的水浸的情況 所以你說是不是意外呢 當然這些你都可以說是意外的一部分 但是這些意外呢 是由這個工程的設計失誤 或者工程的監管失誤而引致的 但是政府在這方面 完全驅舍責任 有關的報告呢 就正是講說那些沙泥的影響 而這個所謂專家的報告呢 竟然謀誤到那些沙泥呢 是由這個河流的上流油衝下來 我們看回那些圖片呢 和看回那些實地視察呢 很明顯衝下來的沙泥呢 絕大部分都是去挖掘那些地區的沙泥衝下去的 所以我們覺得整個報告 和整個政府的調查呢 是有這個誤導性 和有這個隱瞞性的情況 但是有關的問題 可能將來透過法律去處理 但是政府這個失職呢 我們就感到極度的嚴重 就是你政府的黑箱狀嚴 就是這個私相授受 隱瞞這個責任 導致到呢 村民受到的災難和死亡呢 就是政府可以推捨這個責任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裡做這個抗議 是很好的 這是你的意見 你繼續努力